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半工半读 绝不能照搬全日制那一套 同意 孙主任 你的意见呢 基我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 我认为只有按照这个教学大纲 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孙主任主张要办升学质量高的大学 龙校长则提倡要做广大农民学生 可以学以致用的大学 他觉得不管是走哪条大纲 一定要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是有品德爱劳动的 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大学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大家也都在学校里面积极筹购 教学资料和教学用具 某天农机科的班主任小鱼 看到龙校长书桌上还有资产阶级的书籍 他立马问到这是哪里弄来的 龙校长告诉他是从曹副校长办公室借过来的 作为部队退伍回来的转业军人小鱼 对曹副校长如今还看 这种旧社会资产阶级的书籍感到愤怒 他便骂到我去把这个臭老酒的书籍烧掉 而龙校长则笑着对他说你是个带兵打仗的人 我们打仗首先要知道敌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然后才可以用炮火精准消灭敌人 具体的位置你都不知道那不是属于盲打的吗 不能凭借一股怒火就乱放炮了 随后他笑着告诉小鱼 让他看看毛主席让我们这杆炮应该怎么放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正值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通过这一段时间 我对毛主席这一教导又有深刻的理解 你想想我们打伴的大学 可是教学好多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你说这能行吗 我明白了 知道问题关键的于老师 马上便也去研究敌人的书籍去了 而在上课的孙主任 此时正在跟学生们讲解马儿的具体构造 可就在此时突然传来牛的声音 他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农民 牵着自家耕地的牛 他说自家的牛病了 想让学兽医的同学给牛制治病 孙主任立马就对老农民发了火 说这里是学校种地不是看病的地方 于是便轰走了这位老农民 老农民想不通如今不是人民的老师吗 何况听学生们讲孙老师对兽医这块很有研究 于是他又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进来 孙主任看他还不走 于是便问他为什么 原来老农民的这头水牛 是生产对耕地力气最大的水牛 可如今生了并不能耕地 很是耽误农火 于是想求孙主任给水牛看一下 我们这是大学 不是秀医站 快走吧 老师 冲耕到了 对里等着用牛 给制制吧 老大爷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 老师 给制制吧 你不要多嘴 把老农民赶走以后 大家对孙老师这样对待老农民很不理解 而孙老师还若无其事地再给大家上课